陷往水面一阵疯狂射击 接着又丢出手榴弹 遭到以色列攻击起火的哈马斯船只 逃往水中的民兵奋力游向以色列南部海岸 立刻遭到以军开火阻止 以巴局势失控 CNN还原冲突最开始 哈马斯大军从加萨冲出 闯入以色列南部的音乐祭 残酷屠杀开始前这一刻 10月7号早上6点半 音乐祭电音震天响 突然音乐停止 同一时间远方可以看到火箭弹在天空横飞 不过来自加萨的飞弹并不罕见 直到有人开始逃 所有人跟着逃 7.10am 很多人都在这一刻 到北方的节奏 但他们都被追求 24.00am 哈马斯扔了一架砍 进去 导致惊弱的伤害 幸存男子脚被炸了焦黑 至少上千发子弹 十多枚手榴弹血洗 近8点时 共四个避难所被攻击 CNN也指出哈马斯从南北西 三面包抄 很多人只能往东边逃 直东边确实沙漠荒野 根本无处逃 三小时过去 许多人被募集 遭到哈马斯压进加萨地道里 而且手上还有音乐节的手腕戴 赫宝全甚至还穿着制服被带走 事发十小时后救援 才真正抵达 以色列国防军怒控 哈马斯不管是不是平民 见人就杀 无差避攻击 就是要制造大量伤亡 这场活动至少260人死亡 还有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 也埋下尾巴冲突伏笔 TVBS新闻 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